这个吧 我还是挺好奇 他怎么瘦下来的 我跟你们说 我们当时在打老头杯的时候 其实后续为什么不在了 因为狗爷真的太辛苦了 他这个 因为他每天要开车 开一个多小时到我们这边 然后他每天要早起 还要健身 很辛苦 他那个 耐克 放松放松 就像你平常 感觉怎么样 有点累 两个也好 自来的啊 他的心脏应该 应该说 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心脏 我叫简自豪 不是叫小狗 因为是我的绰号 都说他是电竞界的传统 天才中的天才 领军人 YYDS 认识我的人就会叫我UZM 所有的聚光灯都照着他 当我得知UZM要去挑战拳马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 可惜了不是原配的YYDS 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工作呢 就是要保证他的一个安全 医生说你这个手都像五六十岁年龄人的状态了 这么像七十百倍 血管都是往前凹出来 凸出来那种 再加上我的一个打反风格 180到220左右 每分钟要按这么多次 每天就练十五十六个小时 一直要顶 一直要顶 电竞这个行业吃的也不注意 然后喝的也不注意 导致你的身体状态会加快的不好 但是其实现在还好 当然当然那种会痛嘛 现在都比较专业了 其实各个俱乐部的 后期部分 目前他的心脏能不能成熟这么大的一个运动量 这个现在的感觉是爽吗 还是难过呢 现在肯定是爽的 因为我刚刚太难过了 我们紧接着做了一个运动复合实验 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体极限 在我初期的判断 完成一个全程的马拉松 应该这样 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感觉一下子能跑42公里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从来从来没有跑过步的 无所谓 反正这件事我是要干的 十三周是多久 三二一 三三 三个月 10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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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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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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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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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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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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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6 6 7 8 9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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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记得当时我在那里点了很多吃的时候 他一口都不吃 他很想吃 10公里是我的几千 因为我平时日常训练的话是5到8公里 我们希望找一个他比较陌生的环境 这样的话他在巴黎面对这些不一样的场景的时候 他自己的这个判断就会不一样 那个的右手边 所以我们要沿着这个山一直往那边走 是走还是跑 看我没用 哇我也瘦了 看我干嘛 给练了 在10公里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已经很感动了 我觉得我都 哇我怎么能跑下来10公里 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他其实他的心率并没有上得很快 而且也很稳定 但是我不敢让他太快 我怕他突然之间就不舒服 就排斥控制 但是那天 这个如果跑太快会怎么样 最后的一两公里 他甚至就是还有逆期来和我说话 他当时问我 你现在心率多少 然后我告诉他之后 他说 那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我还是别乱跑的 即使对于专业跑者来说 42.195公里 仍然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距离 任何人都要对马朗松心存敬畏 他必须真正地知道这一点 才能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当你身边人告诉你 你觉得可以的时候 包括你自己也觉得自己行的时候 那他就一定是有机会的 这应该就跑了很久了已经 马上到中间 其实我就是跑完最后一点也是 我们需要走一走 我们需要走一走 你不要停 你一旦停下来你就站不起来了 你感觉哪个位置 不要停 不要停 一旦停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很难去 绝对跑不动 所以为什么不想让你停 你停了以后 你的身体整个肌肉好像都会起来 我不可能再跑得动了 很痛苦 我知道很痛苦 我知道很痛苦 老师的把你的脚尖立起来 太痛了 脚尖立起来 我停不起来 那你就走 对就走 放松 哇 我要跑全马 我这停了以后我还怎么跑 因为我有了太有过太多的遗憾 我觉得如果说这次马拉松42能完成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完美很美好的事情 我刚刚其实有一天在中暂的前兆 我刚刚其实有一天在中暂的前兆 巴黎是绝对不会有今天事 大概比今天低10度左右 但是抽筋或者是你中途停下来的身体反应 这个是一定会经历的 就走100米 这比我当时的老头被看到他要瘦 我又特别想坚持 因为我只有那一次机会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还没结束 我刚刚还没结束 我们把这个感觉度过掉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个 能让自己缓解下来的办法 这是重点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比你跑完一个半马更有收获 如果你轻轻松的跑完了 你就不知道在马拉松的时候 你会遇到这个你会怎么办 不要低 慢慢的 慢慢的 哇 超过两个票是4票 对 OK 跑到哪儿 现在是两小时50 51 82 5 结束 我觉得不行 说真 我觉得中间 如果是一直这么跑 绝对不行 42公里很夸张的 哥几个 这样一套一套的拿着 就要帮你 你就不用找了 会比较害怕 就是如果说后面 大家知道我要去挑战这件事情 然后很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 最后真的没有完成 我觉得这个会带给我一些压力 就是我更想去完成它 我是觉得尽力跑就好了 但是简老师的性格 它是一定会偏着面子想要跑下来的 走 太懂 跑半嘛 会有人说闲话 要跑就跑全嘛 这个精神是没问题的 到这是多少公里了 到这16左右 我到这才16 这就是那个很恐怖的坡吗 还没到 还没到 这有点吓人 这波是真厉害啊 这应该是怎么就最难 又是最累的时候 还远吗 远啊 能看到顶吗 不过说实话 一旦进入到比赛里面的话 我觉得只要你是一名男人 你那个不服输的性格 绝大部分都会出来 好 不行吗 没想到就是 目前跑了三公里 路上没有断过 太热情了 我现在应该不行 好 但我能送下来 我觉得就已经 慢一点 慢一点 真的假的 我怎么用不着这件事 挑战马拉松这个事情 会让我在一些电竞比赛上面 没有去做到的事情 可能想在这方面 试试能不能做得更好吧 说实话从这个纪录片 能感觉到 我们走一下 有遗憾 但是其实很难 说实话能感觉到遗憾 不是每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从一开始 就变得很好 然后一直到 那件事情结束 都是完美的 你什么事情都不敢去试一试的话 就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也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不可能有时间 就不可能思认 你怎么会去的 也不可能 不可能 进去 那又能够 是不可能 舒服 不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